学习摄影六年的盛昌蓉第一次展出作品 他这次参加新阳平社区大学摄影班师胜连展 用镜头将客家装的特色跟文化之美记录下来 并且仔细介绍拍摄的地点内容以及构图方式 希望大家来看展后也可以一起来学习摄影 我已经跟黄金文老师参加这个摄影班已经有六年的时间 那从一个摄影小白完全不懂 到现在能够独当一面 可以去拍很多的一些美的相片 分享给我们大家来看我们的一个作品这样子 那我觉得说感到非常的高兴 那我觉得说摄影呢 它除了能够留下美好的画面 在瞬间就能够透过相机的镜头让它成为永恒 那摄影来说也可以疏解我的一个工作压力 对所以我觉得说摄影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另外一位学员李淑英表示很高兴可以参加连战 她是带着手机走访客家装 用手机拍摄把客装生活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一次我们参加桃园市的客家摄影之美呢 我觉得说我们把客家的美丽呢 透过镜头做了一个非常特色的诠释 那我们觉得心情是非常的愉快 有成就感 非常快乐 请大家多多指教 桃园市立图书馆新屋分馆表示 透过摄影班学员的成果展出 让山客海客都会客的影像都可以展现在观赏者的面前 每张都是珍贵的客装生活记忆 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新阳瓶的摄影班的学员 来到那个新屋图书馆来展出 那透过他们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桃园客装的山景跟海景 那也展现出他们的一个摄影的一个功力 桃园市立图书馆这次特别挑选39张出色的作品参战 把客装影像之美融入画面当中 并且捕捉瞬间的感动 让学员的学习成果可以分享给更多人欣赏 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